送走了牧師 今天其實還有很多案件 其中一宗就是黎智英案 黎智英案已經到了第十天 其實他們一直想找一個專家證人 這個又講制裁的破壞力 首先兩個專家證人 第一個叫周錦光 上兩個星期都有講過 一個十九專家然後就竟然說 Facebook講假消息 不,他說Youtube 可以被人拿來發放假消息 那些不實訊息 他就這樣說 這個是暗咎的 這個是港大的IT專家 又跟你說Signal 就可以拿來傳一些隱密的訊息 可以就月後即焚 說起媽媽是女人的廢話 現在又找到第二個十九專家 這個十九專家就是梁美芬老公 叫王貴國 又在成大裏面做法律教授 他主要就是要講 現在美國做的制裁是不是制裁 這個究竟跟黎智英有沒有關 是否要跟黎智英有關才能進入呢 應該這麼說制裁怎樣都會對香港是有影響的 但是問題就是關不關黎智英事 原來不關事都可以進入 其實很嚴重的 原來不關事都可以進入 很簡單 Donald Trump 或者這麼說 美國商務部決定制裁李家超 決定制裁林鄭月娥月 但是可以跟黎智英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好 看回這宗案 今天爭議是什麼 今天找一個黃貴國 這個人根本上是第二個 那個領大的副校長 劉志鵬 第二個劉志鵬 借一個學者的名義 學者的學 然後造死當時的鐵騎 唐英傑 現在又借著大學教授 好像很權威那樣 來透過他的證詞 他的學術觀點 就要肯定了 美國的制裁是惡意的 是出於 其實 是不是應該要跟黎智英有關 才掛得上勾 就是說你黎智英勾結外國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 因為制裁是 原來我們看現在控方的控罪 原來不需要相關 原來這樣也可以 簡單來說 就是劉志鵬開了頭之後 每個都爭論相往後走去做 其實劉志鵬 那時候你記得嗎 他就說 他插著旗 衝過來 衝向警員 你可以是一個恐怖行為 恐怖主義行為 那你就是了 我們很記得 當時他用英文在這裡 讚寫這份報告 用capable off capable off 只要你 你拿著旗 就代表了你的政治訴求 然後衝向警員 這就是恐怖襲擊的行為 只要你是capable off 可以是 構成一種恐怖行為 你就是 這個就是跟我們講的普通法裏面 你要入刑事罪 講的是beyond reasonable doubt 是完全是相反的 中文簡單的說 就是斷政 我們才會入到你的 現在關文偉 即是說 黎智英的後備辯護律師 因為其實他那個 彭耀雄 彭耀雄 現在就要休假兩個星期 他現在看回 你控方的報告 你現在的控罪 你還說明 你是依靠王貴國 這個專家證明 這個專家意見 你是要靠他的報告 來講述黎智英的心態 Stage of mind 你究竟 但是這一句 我不用關文偉 我們已經要問第一個問題 就是 你一講心態的問題 你好像是法律學 心態是否應該要特意找個心理醫生 檢查一下 關文偉就說 根據你現在 周天行你們 這個律政司 那個控罪條文 就是控方只需要證明被告曾經請求制裁 曾經 即使是國安法之前的事 就無需證明被告請求 引致到外國實施制裁 這個已經有問題了 即是你國安法立法之前 你可能請求過 但是你國安法之後 你又沒有說過 那你純粹就是說 你繼續在網台裏面 繼續你在蘋果的動新聞裏面 做一些節目 就請外國的政客 或者做媒體 學者那些人 就跟你一起做節目 那些做事過氣了 是的 你以前說請求制裁一些東西 就依然生效 最後美國立法 是要制裁香港的時候 那就是關你事 就是這樣 那這件事 其實你最後在庭上 各方都沒有爭議 這件事已經死了九成了 如果這樣看的話 就是等於我們剛才說的 這個K-bubble-off 這個字 竟然是得到法官接納的話 我們都會猜到 黃桂國這一份 我們都覺得很奇怪的報告 是會得到李韻騰的接納 其實已經等於判了死刑 就是判了有罪 如果這樣看的話 K-bubble-off 那沒辦法的 就是趁阿林 就是你訪問 和阿林牧師撤出的時候 我剛剛才看到一個更新 今天《人民日報》 都直接開這個 這個什麼 處名文章 討論黎智英案 那你想一下 就是又在做一些幕後法官 是啊 他說什麼 《人民日報》海外版 光傳媒都有說的 謊言不能欺債 只能致證說謊者卑鄙無恥 就說外部勢力對黎智英案造謠抹黑 他就說美國和西方一些政客 事意編造謊言 妄圖在案件審理上混淆視聽 誤導輿論 強硬把黎智英案說成是對言論和新聞自由的打壓 老土伎倆撮裂 沒錯 然後已經判了黎智英有罪 就等於是 從來都不是有邊界 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 從來都是有邊界 在各個世界各國裏面 法律都寫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是不是一樣 如果你是否用分世界各國 就算有邊界都好 你現在是否跟別人同一個標準 不是 那你說來做什麼 人家就沒有你那麼辣 人家的法律就沒有你寫得那麼過份 那麼無恥 人家就沒有你寫得那麼規限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你說每個國家都有 每個國家都有 每個人都有手有腳 每個人都有腦 是否智商完全一樣 你傻傻的 是不是 提倡使用暴力 或者違法行為 的言論 哪裏有才行 這個就是老屈 他說美國最高法院 就明確表示 提倡使用暴力 和違法行為的言論 是屬於煽動 那現在黎智英有沒有 這個是九五八八 人家美國 是有這樣的底線 但問題就是說 黎智英現在不是鼓吹暴力 是吧 你這樣老屈在黎智英上 繼而去老屈西方政客媒體 那裏 什麽殺方成勝 造謠上癮 我現在又覺得 人民日報 和現在這些國安法官 和這些狗屎媒體 屎眼媒體 就造謠上癮差不多了 得到公正的審理 你天天在這裏說 還有公正可言的嗎 是吧 這些是多鞠魚的 好了 接著繼續說 究竟你現在香港的李混騰怎麼說呢 那李混騰就質疑了 法庭是需要專家 我們需要這些專家來解釋 涉案的措施 即是說涉案的措施 即是香港人權民主法的法律效力 以考慮 即是我要專家和我們解釋 香港人權民主法的法律效力 要考慮他這個措施 這個法律 是不是 國安法定義之下的制裁 封鎖和其他敵對行動 那這個一定說是 你不用王貴國說 大家都知道 香港人權民主法 當然是拿來制裁你的狗官 是不是 只不過你現在要王貴國的身份 來幫你現在這個決定去度金 連專家都這樣說這個是制裁 那黎智英還不是有罪 那你不如聽陳奕迅 那首專家說聽完之後 然後黎智英有罪就算了 這是多交完的 問題就是說 就算王貴國說是制裁 但是到頭來 我們要講 特朗普都不是特朗普自己的主意 為要立這個香港人權民主法 主要是兩黨共識 眾議院和參議院 一致快速通過 香港人權民主法 是不是黎智英主使 沒有直接關係 我反而 就是和黑警的暴行有直接關係 當時講的 Marco Rubio和George Howley 一起走下來 總之不理了 總之有個黎智英在 你現在就為整個香港人權民主法 埋單 根本就是硬來 你說可不可以說服外國 可不可以說服西方社會 當然不可以 道立兵就在這裏說 法官就不是國際專家 專家就是協助我們 為香港人權民主法 提供的背景 背景就不是黎智英叫的 是香港很多年輕人集體推動的 你現在就找黎智英一個人埋單 坦白說 很多年輕人比黎智英重擊 你只不過要黎智英埋單 就沒有解讀 是不是要請求的內容 道立兵又說 法庭最後就會決定 是不是接納專家的證據 最後當然會接納 不用說 你找黃桂國上來 你去解讀這個香港人權民主法 怎樣去影響這個香港的福祉 又強調法案會對中港帶來有害的影響 那 然後呢 黎智英的代表律師的關文位就說 報告內容和控罪元素是完全無關的 也沒有幫助法庭去考慮這個法案 是不是屬於制裁 他就澄清 辯方只是爭議 我們只是爭議 黎智英只是爭議 美國被指為制裁措施的法律效力的內容 不爭議措施的存在和背景 周天恒就回應了 被指為制裁措施和被告的請求 是不是有因果關聯呢 就要視乎犯人 重返證人的庭上政公 重返證人即是說 他遲些要找的 有誰呢 即是 現在他準備 他就會找的 張劍雄 嗯 重返證人就是他的 他明天就會作供 主要呢 我想他進入香港人權民主法 你當然用黃桂國 你去證明這個是制裁 是的 那你重返證人 是證明有沒有因果關聯 當然是說 即是他和黎智英之間的溝通的結果 嗯 即是那樣東西 至於辯方來說 關文偉 都很盡力的 他就說 基於國際禮讓原則來說 這條法律 即使是制裁也好 因為這條是美國立的法律來的 法庭是應該避免介入他國事務 那 他的原則就是要避免介入他國的事務 但是現在法庭呢 最後在昨天下午 就頒下了一判詞 就說 喂 喂 你現在呢 外國是無權干預香港守護法治和秩序的方式 如果外國對香港作出制裁 干擾我們的內部事務 互相禮讓的言跡就不存在 互相禮讓的意思就是說 人家的法律 你盡量不要管就不要管 但是香港人權民主法 是跟香港有關的 所以呢 既然你搞我的時候 就無所謂禮不禮讓了 大問題是這條法律 都本身是建基於 究竟你香港是不是一個 真正在實行一國兩制的地方來的 那你某程度上 你法官這樣說的話 是承認了不是的 那你已經覺得是制裁了 那用什麼王貴國出來 在那裏塗抹粉 就是這樣說 即是李韻騰 杜麗兵 這三個人 和李素蘭這三個人 他們本身就應該定案的了 但是呢 他們是需要用王貴國把口說出來 想化妝得好看一些 是呀 避免別人說他們不公正 想為這宗案件套上一些 比較學術一些 多些人參與 來自社會各界的專家身份 去為這宗案件 就是去 怎麼說呢 就是多些人去背書 有專家的背書 因為他們還很強調 那些國安大案 都仍然要出英文 report 都仍然要強調 香港是一個普通法地區 所以其實你原本想著 你懶是公開審訊 又寫英文判詞 很著重那些翻譯 國際觀感 很重視國際觀感 就不讓人說你 盡量不要讓人說你 國安法 就是叫做武斷 就是怎樣人治 又說秘密審訊 這些是很落後的事情 但事實上 你現在就算不用審 那些人都罵了你 就算是 包括聯合國也是這樣罵 那你根本上是浪費糕氣 這個就是自欺欺人 你很努力地投資抹粉 還想取信於世人 但世人呢 最重要的是財神 最重要的財神就是歐美國家 其實就不理你了 你怎樣審也好 就算不用看結果 那就罵了你 在場外就鬥罵了 歐美是民主社會 你說起那幫政客 他們控制不到 實際上大財團的資金走向 都不用我們說的了 你打開Google 然後看個行指 今天又跌穿萬六了 唉 所以這個真是很難教 今天還有很多事情要說 因為剛才我們說 逐水漂流 用了比較多的時間 有幾樣東西可以說一下 彭博的專欄 彭博的學者就說 作家就說 香港現在這個 人工道是面子工程 有引述一些彭博記者就說 彭博記者來香港四個月就說 你那些什麼泳刊光啊 那些什麼都發光啊 這些東西你以為很棒 以為吸到別人去消費 但其實他是覺得最服的 他反而覺得 其實外國人也是 外國人來到香港 都覺得 反而香港最 香港最美的地方 其實就是交野 就是交野 以及方便的交野 這些東西 彭博你講這件事 我本身都很想講 又有講這一篇 剛才我講的屈永賢 想帶到這裡 因為這個媒體 叫超越新聞網 原來又有屈民忌粉 這個法老孝 有屈民忌粉 那這篇文 是陰謀論 但既然他在藍絲 那裏出來的話 即是藍絲媒體出來的話 他這個就是很典型 揣摩中央心意 就說怎樣去對香港刮骨療毒 尤其是對香港的既得利益階層 刮骨療毒 我覺得是有些代表性的 民粹的代表性 即是怎樣是說 要鬥倒的 其實要叫軟性地 鬥地主 在香港其實現在在鬥地主 只不過是用一種慢性 軟性的方法鬥地主 因為10年前梁振英 其實是試過第一次的 你想一下 即是出了一本書 叫地產霸權之後 接著梁振英走出來 跟唐英年對選 然後就拉高地產商 和香港市民的矛盾 那我覺得這篇文蠻有趣的 我可以和大家看一下 這是一個選擇 另外呢 就要說一下 比較juicy 就是李隆基有下集 昨天check room 已經有人點唱 叫我們follow up一下 李隆基